第1741章独断当事,稳住到心,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千万不要质疑自己,要相信你自己,纵然王腾现在在惊艳,但将来的事情谁能说得清,也许未来的某一天,你们便奋起反追,将他超越。 王腾的确惊艳,你们现在或许的确难以与之比较,但未来还有希望,他不过是暂时走到了你们前面,要知道大器晚成,要对自己有信心,你们都是最胖的。 接连有一些正道者接受不了打击,怀疑自我,最终走火入魔化道而亡,这让其他那些正道者们背后的势力都有些慌了,连忙去安慰自家的正道者。 有资格踏上正道之路的存在,都是一个时代最惊艳的天才,一旦正道成功,那就是一尊尊的古之大帝。 而古之大帝,是一个势力真正的顶梁柱,所以,这些正道者,便是这些势力未来的希望。 他们当然不希望看到自家的正道者半道崩足,那对他们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一时之间,各方势力都紧张不已,纷纷封锁关于王腾的消息,避免对自家正道者造成更多的刺激。 这些正道者们,原本都是爵士天才,道心也很不一般,有无敌之心,但是此前亲眼目睹道王腾击败天妖至尊,目睹道王腾的无敌风采,对他们的道心已经造成了不小的打击。 靠着自我催眠,自欺欺人的方式,将内心的不甘心化作执念,才坚持了下来,没有彻底崩坏道心,跨道而亡。 如今又接连遭受打击,几乎成了玻璃心,要是再受到更多的打击,恐怕分分钟就要碎了道心。 各方势力想方设法,终于宽慰住了这些正道者,并且让他们都去闭关,避免他们再受刺激。 闭关去吧,等到王腾正道落幕,便是你们的时代了,你们正好借助这个时间,进一步的沉淀自身,等到你们出关之日,天下都将因你们而失色。 三十六大顶尖上谷势力之一,天因宗一众高层,冲着天因宗谷圣子无意说道, 去你马的王腾,我闭关了,不跟你争道了,等你落幕,我就出关,我一定会成功正道,呜呜呜,无意脸色微微苍白,前往天因宗近地闭关的时候,带着哭音骂道,话语之中慢慢的心酸与委屈。 太心酸了,中中三十六大顶尖上谷势力之一的天因宗的谷圣子,曾经纵横天下,明洞八方的一代爵士天才,在此前的正道战中,表现非常出色,早早就登上了正道天榜,具有非常足的正道前置。 结果现在,满腹心酸与绝望,为了不再遭受刺激,避免心态彻底炸裂,只能委屈巴巴地血藏自己,逃避现实。 而这只是冰山一角,如他这样的正道者,还有很多,如求山泰的古圣子求一指,大眼宫的古圣子慕容长生, 顾家的古圣子顾流云,西土天雷音寺的金氏佛子小如来,北明黄金世家的北宫世子,南领非彭族的小妖皇等等,曾经正道战刚刚掀起,就已经展露出无敌风姿的诸多妖孽。 而金拳都沉寂,在接连被王腾的辉煌战绩亮瞎双眼,接连遭受到一次次的毒打,全都失去了声音,此前的张扬桀骜,都消失了,与天音宗谷圣子无一一样,被宗门血藏了起来,被迫闭关。 当这件事情传递出来,引发了整个神荒大陆,五大狱的轰动。 王腾正道,举世正道者,尽都退避。一个人,背对众生,独断当事,天下同道,无有争锋者,这将王腾的名声,再度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哪怕是曾经与王腾有国间隙的各方势力,各方修士,也忍不住唏嘘,予以极高的评价。 英雄少年几时有,一人独断当事道,与他处于同一个时代,可谓是当事所有正道者们的一种悲哀,不少老被强者感叹。 想不到此人竟然妖孽至此,走到了这一步,东荒不少与王腾有前院的那些顶尖势力,不由得纷纷深吸口气,回想当年恩怨,满是唏嘘与感慨。 而在各方都在议论纷纭之时,古族的某个禁地之中,这一日也传来异动。 有可怕的气息灵天,显化出了惊人的意象,但是瞬间就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压制封锁了。 在那禁地之中,一个青年盘膝而坐,周身环绕着一股股强烈无比的魔气。 我的腕骨魔体,终于完成了筑基后的第一次蜕变,以我现在的魔体强度,应该足以让我勉强承载一丝九幽天魔刀的奥义,届时便是我正道之时。 青年眸光悠悠,双眸之中有黑气涌动。 此人正是古力松,此刻,他身上的气息无比的惊人,但是却被他第一时间压制住。 在其头顶,一口漆黑的魔刀悬浮,上面缠绕着的魔气,无比浓厚,强大。 公子,我们现在去哪儿啊?不回灵犬宝地吗? 不顶喝肚子胖成球,一摇一摇地跟在王腾身后,依旧不停地往口中塞着一株株珍贵的灵草宝药。 去囚山派,拜访囚山至尊,王腾平静地道,中周有三十六大顶尖上古势力, 但却并非全都有地道至尊坐镇。 除了之前被影子到时镇杀的古族至尊明阳至尊,天音宗的天音至尊, 穷楼阁的玉空至尊,以及长生门的长生至尊外。 如今这三十六大上古势力中,一共还有九个上古势力, 有地道至尊坐镇,囚山派就是其一。 而整个神荒大陆,东荒并没有至尊,也没有天地。 北明也同样如此,相对其他几大域,北明算是苦寒之地。 西末佛道昌盛,西年诸地时代却是出过三尊佛道至尊, 甚至还出过一尊天地境界的强者。 不过与中周比起来,西末确实逊色良多。 所以王腾打算将中周当作自己的正道主场, 若自己能力压中周的九大至尊, 届时再去西末走上一遭不迟。 而囚山派,便是如今拥有地道至尊坐镇的顶尖上古势力之一。 听到王腾的话, 秃顶鹤顿时两眼一亮, 道,我们要去收取囚山派的宝库吗? 是去拜访囚山至尊, 与囚山至尊论道切磋。 你别给我搞幺蛾子, 要是再敢给我搞个箭矢出来, 别怪我一根毛都不给你留。 听到图顶鹤的话, 王腾顿时脚步一顿, 脸色发黑, 冲着图顶鹤严厉警告道。 图顶鹤文言顿时一缩脑袋, 身上不多的羽毛一下子颤动起来。 旁边南宫寻文言, 顿时随后眨了眨眼睛, 楚楚可怜的道, 公子, 奴家就这么惹你生念吗? 纵然你平囊再美, 在我眼里也不过一句骷髅, 你最好不要对我抱有任何的非分之想, 我是你永远得不到的男人。 王腾扫了他一眼, 一脸淡定地告诫道, 心中却在默念清心咒, 同时不断地催眠自己, 女人只会影响自己初见的速度, 是修道的拦路虎。 书评区公告发了个关于女主的投票的帖子, 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一下呀, 点开书评区公告就能看到了第1742张敲闷棍, 当王腾回到中州后, 中州各方势力的目光便都落到了王腾身上, 都在留意着王腾的动向。 在王腾一行人前往囚山派的时候, 囚山派也已经收到了消息。 什么, 王腾正朝着我们囚山派赶来, 快去转移宝库, 囚山派的长教得知王腾正赶赴囚山派而来, 第一反应却是转移宝库。 因为到现在, 此前南陵所发生的事情, 已经不算是秘密了。 据他的了解, 凡是王腾拜访过的势力, 宝库都不安稳。 非彭族的宝库更是接连丢失了两次, 其身边那只山鸡, 实在是盗取宝库的一把手, 不能不防。 囚山长叫第一时间来到囚山派的宝库前, 然后将宝库藏入自己的储物法宝之中, 拍了拍储物法宝, 这才长输了口气, 放下心来。 现在可以安心了, 囚山长叫一脸欣慰的笑容。 就在他收起宝库后不久, 王腾便降临在了囚山派的洞天府地前。 有囚山派的长老前来通报, 长叫, 王腾来了, 囚山长叫神情淡定, 来便来了, 这么慌慌张张做什么? 随本坐前去迎接, 宝库在身, 囚山长叫便不是很担心王腾来访了, 带着一众长老亲自出门迎接。 道友远道而来, 有失远迎, 恕罪恕罪。 囚山长叫笑呵呵地迎了上来, 冲着王腾拱拱手道。 长叫客气了, 在下此番来游, 想必贵派早已知晓, 敢问囚山至尊是否方便, 与在下切磋一二。 见对方态度客气, 王腾也客气地道, 道友欲正无敌道, 如今这天下只怕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囚山派长叫笑道, 就在这个时候, 虚空中忽然有涟漪荡漾, 一道模糊的身形从虚空中缓缓浮现出来, 身上的气息内敛, 但是依旧给人一种极其惊人的压迫感。 你就是王腾, 囚山至尊现身, 目光落在王腾身上, 上下打亮, 不由得目光微微一宁。 他从王腾身上感受到了一股极其惊人的气势, 那是无敌气势, 在他战胜天妖至尊, 黑龙至尊以及飞鹏至尊后, 他身上的无敌气势便越来越盛, 积累得非常迅速。 晚辈见过囚山前辈, 从对方身上那股来自灵魂深处的压迫感, 王腾立即就明白, 眼前之人, 应该便是囚山派的地道至尊, 囚山至尊了。 只有地道至尊, 才会有如此强大的威势压迫。 哼, 废话就不必多说了, 本座知道你的来意, 想要以至尊铺路, 正道无敌, 没那么容易。 我身为一代至尊, 需要捍卫至尊的威严, 为至尊正名。 所以我不会手下留情, 囚山至尊冷哼道, 态度算不上客气与和善, 但是也没有特别的敌意与杀鸡, 大概是性情如此。 王腾见状也不再多言, 他知道, 自己以地道至尊铺路, 正道无敌, 这让一些至尊不满, 让对方感觉到是一种挑衅。 毕竟, 地道至尊身份非凡, 都是屹立在金字塔顶端的超然存在, 凌驾在众生之上, 俯瞰天下, 没有人敢挑衅他们的威严。 但王腾却以至尊铺路, 正道无敌, 这在一些人看来, 是对至尊的羞辱与挑衅, 是在践踏至尊的威严。 跟我来吧, 囚山至尊看了王腾一眼, 身形一闪, 化作一道天红, 临霄而上, 冲上九天。 你们就在这里等我, 王腾吩咐突顶鹤与南宫巡, 随后同样身形一闪, 化作一道寂灭天雷, 逆冲苍穹, 追上囚山至尊。 空, 下一刻, 两人没有任何多余的废话, 直接爆发了大战。 两股强大无比的威势爆发, 引发惊人的景象。 九天之上, 无边的云层都被震溃, 两道光影闪烁, 刹那之间碰撞千百次, 每一次交手碰撞, 都震得天穷炸裂, 有可怕的声响传出, 汗天动地。 下方众人只看到, 那九天之上漫天都是两人的身影。 他们的速度太快了, 采影完全跟不上他们真身的行动。 然而, 下方求山派的长教, 却是并未第一时间去关注上空九天之上的战斗, 而是盯着突顶鹤。 就是这只山鸡, 曾在南岭盗走了天腰山的宝库, 并且还曾两次盗取飞鹏族的宝库, 中尉长老别顾着观战, 多给本长教盯着他一些。 求山派长教有些警惕地盯着突顶鹤, 冲着身边一杆长老传音道。 诸位长老文言顿时无语, 长教, 宝库你不是都已经戴在身上了吗? 还有什么好担心? 就一头山鸡而已, 至于这样警惕吗? 说的也是, 听到诸位长老的话, 求山长教也觉得自己似乎的确有些太警惕了, 如今宝库藏在自己处物法宝之中, 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讲到这里, 求山长教输了口气, 心情放松了许多, 抬头注视上空的激战。 而突顶鹤却是两眼珠子一转, 他的神魂之强, 便是王腾都自愧俘如。 求山长教与诸位长老不过准地境界的修为, 在他面前神识传音, 根本不亚于是掩耳盗铃。 原本突顶鹤遵循王腾的警告, 老老实实地待在这里, 并没有去打对方宝库的注意。 但是现在, 对方竟然在面前提到宝库, 一听到宝库这样的字眼, 突顶鹤就忍不住生出一股冲动, 心里像猫抓一样。 终于, 在求山长教等人的注意力都放在上空的战斗上的时候, 突顶鹤一摇一摇地溜到求山长教的身后, 不知道从哪里掏出来一个棒锤, 同时施展出精神干扰之术, 干扰了在场所有人, 随即轮远了棒锤狠狠地敲了下去。 嗯, 求山长教忽然感觉到脑后生风, 迅速转头看来, 就看到一只巨大的白骨棒锤到了眼前, 还没容他反应过来, 那宝库棒锤就狠狠地敲在了他的脑袋上。 紧接着求山长教就感觉到是还翻涌, 随后眼前一黑, 一头晕死过去。 突顶鹤迅速扛起求山长教, 将其藏到地下山坳中, 手脚麻利地将求山长教手上的储物戒指摘了下来。 随后一摇一摇地回到了南宫巡旁边, 第1743张略近本分, 浩强的力量, 没想到此人竟然真的拥有媲美至尊的战力, 竟能与太祖正面激战且不落下风, 不知道太祖能不能压制住此人。 那些求山派的长老, 在吐鼎鹤解除精神干扰后, 依旧沉浸在上空王腾与求山至尊激烈的大战中, 丝毫没有察觉到他求山派的长教失踪。 空偶, 九天之上的战斗节奏陡然加快, 两道闪电交错, 气势如虹, 双方都打算一举定乾坤。 两股强横无匹的力量碰撞, 令得天穷都崩裂开来, 穷顶之上都浮现出一道道的裂痕, 触目惊心, 射人心魄。 扑, 在那强横的力量狂澜之中, 一道模糊的身影仰头横飞, 洒落滚热的鲜血, 其头顶悬浮的法宝绽放的守护光芒都被震碎。 赫然是求山至尊, 他肉身被积德崩灭开来, 鲜血飞洒, 身上的气息变得无比的紊乱。 而另一边, 王腾也被震得亮枪退后, 他浑身凶煞力气滔天, 身上环绕着酒屈血和如龙, 脚下的修罗魔玉也在震颤。 我竟然败了, 求山至尊稳住身形, 披头散发, 显得很是狼狈, 随后抬头盯着王腾, 深吸口气, 你赢了, 我不是你的对手。 承让, 王腾拱手, 求山至尊目光闪烁, 开口道, 你的实力的确很强, 如此修为, 却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可谓是举世独一, 难怪你会狂妄到要以地道至尊铺路正道。 不过, 哪怕你击败了我, 你的正道之路, 依旧还藏着, 你注定会跌落在这条路上, 为你自己的狂妄付出惨痛的代价。 依你目前的实力, 根本不可能是那几个人的对手, 你注定会失败。 求山至尊语气冷冽, 开口说道, 王腾不以为意, 淡淡一笑道, 我知道你说的那几个人是谁, 我早已做好与他们一战的准备, 成与败, 不是你说了算。 哼, 那就拭目以待吧。 求山至尊冷哼一声, 体内法力喷涌, 恢复了伤势, 朝着下方求山派击射下去。 王腾神色如常, 他道心坚定, 拥有无敌的信念, 不可能因为对方的三言两语而动摇。 同时, 虽然求山至尊语气不太好, 但王腾也并未对旗下狠手, 对方虽然态度冷冰冰, 但是从始至终, 道也并未对他显露过杀意。 他身形一闪, 眨眼之间便出现在半空中, 目光扫了一眼突顶鹤, 见突顶鹤依旧老实巴交的呆在原地, 心中总算宽慰了一些, 这家伙总算老实了一回。 公子, 你没事吧? 看着你与求山派的至尊激战, 可担心死奴家了。 南宫寻立即笑盈盈地迎了上来, 千娇百媚, 声音甜软如酥, 红唇诱人。 王腾皱了皱眉, 收起你那一套, 就算你再如何魅惑我, 我也不会心动。 随后他不再理会南宫寻, 冲着求山派众人拱了拱手, 扫了一眼突顶鹤, 我们走。 南宫寻懊恼地跺了跺脚, 连盲登上, 求山至尊遥望着王腾离开的背影, 目光闪烁, 随后深吸口气, 虽然不愿意承认, 但此人, 当真妖念无双。 诸位长老心中同样震撼不已, 他们都亲眼见到, 方才求山至尊与王腾交手, 被王腾积德横飞, 肉身崩裂, 败在王腾手中。 此人若真能正道成功, 未来的成就, 恐怕将无可限量。 有长老忍不住感叹道, 嗯, 对了, 长教去哪儿了? 众人感叹了一阵, 随后突然有人意识到, 好像少了个人。 下方山傲中, 求山长教狼狈地趴在地上, 昏昏转醒, 只觉得头痛欲裂, 条件反射地摸了一下额头, 入手一个大包, 犹如猙獰大脚。 触摸的刹那, 求山长教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一张脸憋得通红, 最后终于忍不住发出一声淒厉的痛呼声, 立即惊动了半空中的求山至尊与诸位长老。 半空中, 求山至尊与诸位长老听到声响, 立即寻声看来, 立即便看到头角蒸容, 一身狼狈的求山长教。 赤长教, 松松松, 诸位长老顿时纷纷吃了一惊, 连忙降落下去。 长教, 你怎么了? 众长老吃惊地看着求山长教脑袋上顶着的那个夸张的大包, 不由得有些发呆, 连忙寻声问道。 他妈的, 我刚刚观看太祖与王腾激战的时候, 遭遇通袭, 有人用一根大棒敲晕了我, 求山长教顿时大骂道。 众长老的目光落到不远处的一根白骨棒锤上。 就是这根棒锤, 妈的, 竟然敢通袭我, 看到那根白骨大棒, 求山长教顿时咬牙切齿, 气得脑袋冒烟。 忽然他像是想到了什么, 立即抬手一看, 卧槽。 我的储物戒指被盗走了。 什么? 储物戒指? 宝库就在那储物戒指中, 求山长教气急败坏道, 啊啊啊啊, 肯定是那头山鸡, 我就知道不能大意, 快追。 求山长教发狂, 他已经够警惕与小心了, 都已经将宝库转移到了自己身上, 随身携带, 没想到还是被盗走了宝库, 而且自己还受到无妄之灾, 被狠狠地敲了一棒锤。 什么? 宝库被盗了, 听到求山长教的话, 求山派众人顿时面色大变。 便是求山至尊都是嘴角一抽, 随即立即朝着王腾等人离开的方向追了下去。 远处, 公子, 我们接下来去哪? 道小赫背上来, 小赫再公子去吧。 秃顶赫看了一眼身后, 随即冲着王腾一脸谄媚笑道, 王腾有些狐疑, 你竟然主动提出要求要在我, 还真是破天荒的头一次, 无视献殷勤飞奸即道, 你有什么目的? 秃顶赫有些心虚, 眨巴着一双大眼睛楚楚可怜的道, 公子力压至尊, 气魄无双, 小赫身为公子的坐骑与灵宠, 予有荣烟, 只是想要进一进身为公子坐骑灵宠的本分而已, 哪有什么目的? 王腾依旧狐疑, 盯着秃顶赫, 真的, 当然是真的, 公子难道不相信小赫吗? 秃顶赫一副心伤的样子道, 又看了一眼身后方向, 秃顶赫突然打了个哆嗦, 连忙放大了身形, 他在王腾面前催促道, 公子快上来吧, 小赫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进一进身为公子坐骑的本分了, 第1744章羡慕不来, 见秃顶赫一副急切的样子, 王腾顿时眉头一挑, 直觉告诉他, 这家伙多半又惹事了, 小赫, 你老实交代, 是不是又惹什么麻烦了? 秃顶赫立即将头摇的跟波浪股市的否认道, 怎么可能, 小赫能惹什么麻烦? 没有的事, 公子千万别多想, 还是先上来吧。 然而他话音刚落, 后方忽然传来几声大赤, 那只山鸡, 还我宝库。 同时, 有一道道强大的气息飞快逼近, 盛气凌人。 王腾回头看去, 便见囚山至尊与囚山派的长教, 还有诸多长老纷纷追了下来。 听到他们的大赤, 王腾顿时嘴角一抽, 回头看向秃顶赫。 公子, 小赫先回灵犬宝地闭关了, 突顶赫立即大叫一声, 就要顿走。 王腾脸色一黑, 一巴掌将其镇压在虚空, 你到了囚山派的宝库。 公子冤枉啊, 小赫什么都没干, 突顶赫立即否认。 哼, 若真什么都没做, 你跑什么? 王腾面色一沉, 冷哼道, 我, 我想夜牵中他们了, 想赶回去看看他们。 突顶赫弱弱地道, 刷刷刷, 就在这个时候, 几道神红香继降临, 为首的囚山至尊沉着脸道, 王腾, 你竟然让人趁着你我交手的时候, 敲晕我派长教, 夺取我派宝库, 未免欺人太甚。 该死的山鸡, 你竟然敢通袭我, 盗取我足宝库, 快将宝库还来。 囚山派长教也走了上来, 怒气冲冲, 额头上顶着一个大包, 如独角大王。 看着囚山派长教脑门上那个夸张的大包, 王腾顿时随脚一抽, 冷力的目光看向秃顶赫, 这家伙下手还真够狠的。 他深吸口气, 冲着囚山至尊等人道, 诸位勿扰, 在下会给诸位一个交代。 还不快将东西拿出来, 随后他冷冷地看向秃顶赫, 自己这一世英明, 都要全部毁在这家伙身上了。 秃顶赫抵死不认, 一脸委屈巴巴地道, 公子, 小赫真没拿囚山派的宝库啊, 你不相信小赫吗? 胡说, 分明就是你敲晕了我, 从我身上到走了宝库, 你竟然还不承认。 求山长叫顿时气得额头冒烟, 指着秃顶赫骂道。 王腾也黑着一张脸, 一把拎起秃顶赫道, 我看你身上的羽毛还是太多了。 哇呀, 公子别拔毛, 小赫认栽了。 见王腾一言不合就要拔毛, 秃顶赫立即认怂, 连忙张口将储物戒指吐了出来。 因为储物戒指比较小, 加上担心藏在羽毛中不保险, 所以这次秃顶赫将戒指藏在口中。 没想到王腾这次却不按常理出牌, 已上来就要扒光他的羽毛, 让他不得不主动交出储物戒指。 然而王腾这次并未那么轻易放过他, 狠狠拔下几根羽毛。 啊, 公子, 我都已经交出宝库了, 你还把我羽毛。 秃顶赫发狂, 扑上来要跟王腾拼命, 结果被王腾一巴掌镇压。 再敢死性不改, 我便真将你顿掉。 王腾趁着脸道, 三番两次如此, 哪怕明知道秃顶赫的脾性, 王腾也有些恼怒。 看出王腾动怒, 秃顶赫立即缩回脖子, 不敢再放肆。 旁边南宫寻确实睁大了美目, 一脸不可思议地盯着秃顶赫, 这只山鸡, 什么时候倒走的囚山派的宝库。 而且还敲晕了囚山派长叫, 他先前一直与其在一起, 竟然都没有察觉, 看, 看什么看, 没见过这么美的屁股吗? 见南宫寻盯着自己, 秃顶赫光着屁股凶巴巴的道, 随后昂着头颅, 摇着秃掉羽毛的尾巴, 走到一边, 一脸得意地道, 这是公子特意为我设计的造型, 你羡慕不来, 哼。 南宫寻盾时瞪大了眼睛, 感到脑海中一阵凌乱。 变是王腾也不由得嘴角一抽, 恨不得一巴掌将这死鸟拍死, 实在丢人。 他深吸口气, 压下心中的冲动, 将求山派长叫的储物戒指还了回去, 拱手致欠道, 在下管教无妨, 这是贵派的东西, 物归原主, 另外在下这里还有一些薄礼, 权当赔罪, 还请诸位见谅。 见王腾归还了宝库, 求山派众人脸色缓和许多, 倒也并未在这件事情上多做纠缠。 等到求山派众人退去, 王腾顿时深吸口气, 盯着秃顶贺, 冷冷地道, 这是最后一次。 秃顶贺一脸委屈道, 公子, 这次不能怪我啊, 我原本都没打求山派宝库的主意, 谁让求山派的那几个老家伙故意在我面前讨论宝库的事情? 我一听到宝库, 就控制不住我自己。 王腾深吸口气, 不想再跟他废话, 让他重新变大身形, 去大眼宫。 见王腾不再追究此事, 秃顶贺立即长舒口气, 载着王腾与南宫寻振翅即飞, 朝着大眼宫飞去。 公子刚刚激战求山至尊, 一定累了吧, 奴家给公子捏捏肩。 南宫寻田生说道, 无时不刻不寻找着机会靠近王腾。 别打扰我, 我要体悟方才的战斗。 王腾果断拒绝, 温柔香, 英雄种, 丝毫不给南宫寻机会, 盘膝修炼。 南宫寻顿时气闷不已, 愤愤道, 真是烂木头, 臭木头, 我就不信你能一直不动心。 王腾置若罔闻, 认真体悟方才的战斗, 战胜求山至尊, 王腾身上的气势明显更强盛了一些, 这股气势, 强烈的惊人, 若是一般的准地后期, 根本无法承受住这股气势的压迫。 哪怕是王腾极力收敛与压制, 不过南宫寻身为先天道体, 先天亲和大道, 四方天地, 规则秩序, 大道纹理, 自动形成一种守护, 为他抵消了这一缕泄露出来的压力。 随着王腾盘膝修炼, 这股增长的气势, 渐渐与他彻底融会在一起, 完美收敛了起来。 而在王腾乘着秃顶鹤朝着下一个目标大眼弓飞驰而去的时候, 球山至尊败落在王腾手中的消息, 也迅速传开了。 从王腾回到中周开始, 各方势力便一直关注着王腾的动向, 王腾与球山至尊的战斗, 也被各方瞩目, 早就注意到了。 这再次引得不少人到西一口凉气, 从王腾出关走出灵犬宝地, 不过短短数日而已, 到现在已经接连击败四尊帝到至尊, 身上积累的气势越来越盛, 这让不少人惊心, 难道他真能横推至尊, 正道无敌? 大家的建议寒芒看到了, 接下来开始加快节奏。 末方, 凡戒片快结束了, 第1745章神仙打架, 大眼宫。 王腾已经接连击败了天妖、 黑龙、 飞鹏以及球山四位至尊, 如今朝着我们大眼宫而来, 看来此番是要挑战我大眼宫的至尊了。 大眼宫中, 一众高层纷纷深吸口气, 神情有些凝重, 同时感到唏嘘不已。 本作就想知道, 此人前来挑战, 他身边那只山鸡是否也跟了来。 大眼公主开口说道, 大殿中诸多长老文言都纷纷神情一正, 随即纷纷脸皮抖动。 此前南领三大上古势力发生的事情, 还有此番球山派发生的事情, 他们也都已经了解到了。 尤其是此番, 球山派长叫被秃顶和一郎锤敲晕过去, 夺走宝库, 这更是引起了大眼公主对这只山鸡的高度重视。 宝库放在近地不安全, 放在身上更不安全。 你们用不着担心, 只要不让王腾与那只山鸡靠近我大眼公便是。 就在大殿中, 大眼公主与大眼公的诸位长老们纷纷忧虑宝库的时候, 大眼至尊忽然现身。 太师祖, 大眼公主与诸位长老连忙行礼拜见。 大眼至尊神情平静, 目光看向远处, 眼中有金芒闪烁, 我便亲自前去会一会王腾此人, 看看此人是否当真那般逆天。 话音落下, 大眼至尊身形一闪, 直接霉入虚空之中, 消失不见。 太师祖, 大眼公中, 大眼公主与诸位长老顿时一惊。 虽然他们对大眼至尊的实力有着足够的信心, 但是最近关于王腾的消息实在太震撼, 接连有数为至尊败落在他手中, 这让他们也忍不住担心, 大眼至尊是否能镇压住王腾。 突顶贺正耐力地震着翅膀, 载着王腾敢往大眼弓。 王腾则是安静地闭目打坐, 其身旁南宫寻拖着香腮盯着王腾出神, 心中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突然, 原本正在闭目打坐的王腾突然睁开双目, 让南宫寻顿时像是做错事的小孩子一般慌忙收回目光, 脸上浮起一抹红韵, 此时仓促下的娇羞之态, 与其平日里故意表现出来的魅惑姿态全然不同。 然而王腾并为李慧南宫寻, 平静地目光看向前方, 同时让突顶贺停止了飞行。 竟然这么快就能发现我, 你果然有些本事。 前方虚空中, 一道身影脉部而出, 其身穿黑色道袍, 上面黑白色的阴阳雨栩栩如生。 晚辈正要去拜访前辈, 没想到却在半路遭遇前辈, 真是缘分。 王腾长身而起, 冲着大眼至尊笑着拱手行了衣礼。 我知道你要去挑战我, 所以主动前来迎战, 不算缘分。 大眼至尊神色平淡, 扫了一眼突顶贺雨难攻寻, 大眼至尊道, 让他们退下吧。 王腾点了点头, 自突顶贺背上走下, 你们到边上等我。 说完王腾又不放心地看了一眼突顶贺, 露出一个警告的眼神, 冲其吩咐道, 不要乱跑, 别惹麻烦。 随后, 两道闪电冲销而上, 横击长空。 出手吧, 让我看看, 你是否真有本事, 以我等至尊铺路正道。 九天之上, 大眼至尊没有废话, 其身上的气势不再收敛, 漠然绽放, 恐怖的气息波动直接压裂乾坤, 令得虚空不断地溃灭, 轰隆作响。 他先封道骨, 修炼的是太极之道, 身上的气息并不剩气凌人, 但是却依旧透露出一股霸气。 他并为小觑王腾, 直接展现出巅峰姿态, 同时祭出了自己的本命战兵太极剑, 手持太极剑轻轻在前往了一个剑花, 身上竟然涌现出了两股截然不同的力量气息, 一种至刚至阳, 一种至柔至阴, 两种力量环绕在他周身, 以及他手中的太极剑上, 犹如双龙缠绵在一起。 得罪, 王腾冲着起拱了拱手, 随后也没有废话, 轰蒙一声, 其脚下的虚空斗人一下炸开, 其身形随之消失不见。 暗中有不少势力的强者在关注, 众人只看到九天之上一道黑色的闪电暗含着暗红色的雪光, 朝着大眼至尊冲了上去, 速度快到极致, 宛若瞬移一般, 两者瞬间就交碰在一起。 在王腾动身的刹那, 他便已经融合了三大神魔分身, 同时绽放了四重修罗魔域, 并且祭出修罗剑。 面对这种至尊境界的强者, 他自然不可能小觑, 不可能有太多的留守, 除了最深的几个底牌, 其他各种加持状态的手段, 都不可能隐藏得住。 当, 他的速度太快了, 同时威势更是惊人, 不但力量狂暴, 而且他的剑道锋芒也非同小可。 加上修罗魔域, 万物呼吸法, 剑武灵骁异象, 不灭剑异, 三条神道, 还有从影子剑客哪里参悟来的 一丝道语法的加持, 使得他的剑道实力极其恐怖。 一剑劈出, 剑出如龙, 威势恐怖, 仿佛可以开天辟地。 两者几乎瞬间碰撞在一起, 修罗剑与太极剑狠狠地撕咬在一起, 两种不同的剑道奥义进行碰撞。 一股股剑气蹦践而出, 那每一缕剑气都恐怖无比, 具有可怕的穿透力, 风锐夺目, 仿佛可以撕裂天下间的一切。 劝烂的火星迸发, 击穿了虚空, 一波波剑气波浪翻滚, 九天之上的虚空层层湮灭, 出现一个巨大的漆黑窟窿。 那漆黑的窟窿, 深邃幽冷, 并且不断地蔓延, 扩大天地之间的规则秩序, 在极力对其进行修补, 然而且远远跟不上破坏的速度。 当当当当当, 双方并未持续僵持, 刹那间剑影绰绰, 两者的残影布满虚空, 但很快就被宣泄出来的剑气风暴剿灭。 有清脆的剑机声, 完全连成一线, 分不清那一个刹那之间, 双方究竟交手了多少次? 太快了, 若眼看不真切双方的行动轨迹, 甚至分不清那九天之上密密麻麻的残影, 究竟哪两个才是他们的真身? 这一战的声势太大了, 动静非同小可, 不只是暗中关注的那些势力, 还有附近百万里的众多修士, 都注意到了那九天上的战斗动静, 抬头看去, 只看到九天之上两道剑光争锋主路, 仿佛神仙打架。 第1746章封剑至尊, 扑, 就在战斗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 那两道赤剑的剑光之中, 突然间射出一道烟红的雪剑, 其中一道剑光默然扭曲, 化作一道亮枪的身影, 在高空中接连倒退, 口中鲜血低落。 在其胸口, 一个剑孔争鸣, 鲜血秘秘, 一道暗红色的剑气展入其体内, 从体内将它解体, 扑扑扑, 其晶莹的肉身突然不断地撕裂开来, 从体内击射出一道道可怕的剑气锋芒。 它面色大变, 立即主动崩溃肉身, 只留下原神顿离而出, 因为不这样做, 那杀入体内的剑气, 会一路向上, 追杀它的原神。 承让, 另一边, 王藤只剑而立, 没有再继续出手, 冲着其拱手。 那崩溃肉身的大眼至尊的原神面色变幻, 随后肉身重塑, 其身吸口气, 收起了太极剑, 也收敛了身上的可怕威势, 眼神复杂地盯着王藤, 开口道, 我败了, 多谢手下留情。 王藤微微一笑, 道, 我们之间并无生死仇怨, 阁下愿意与我切磋论道, 助我正道, 晚辈不胜感激。 大眼至尊文言一正, 显然没想到如王藤这样的逆天奇才, 在此番跨越如此大的境界战胜他后, 还能如此谦逊相待, 没有丝毫的膨胀自负之心。 这让他心中略生好感, 开口道, 此前外界对你多是一些不好的传闻, 不曾想你却如此谦逊, 我此前对你倒是也有心误解了。 小友方才所施展的剑道神通不知道是什么神通, 我的太极剑道虽未大成, 但也非同小可, 却也挡不住小友的剑道锋芒。 小友若是不嫌弃, 不如道我大眼工作客, 交流一番剑道心得。 王藤文言婉句道, 多谢前辈圣情相邀, 不过晚辈正道之路尚未结束, 等到晚辈正道结束, 届时必定再与前辈交流一二。 大眼至尊文言有些惋惜道, 既然如此, 那我便预祝道有顺利正道了。 王藤拱手道谢, 同时告辞而去, 既然已经击败了大眼至尊, 他自然没有必要再去大眼宫, 招呼突顶鹤朝着另一个方向赶去。 大眼至尊没有立刻离开, 他尽力虚空, 看着王藤离开的方向, 不由得目光闪烁, 最后深吸口气, 感叹道, 江山代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啊。 他原本对于王藤击败天妖至尊等几位至尊还有些不以为意, 此刻亲自与之交手, 并且败在其手中, 方才真正感受到了这个后期小辈的恐怖。 方才若非王藤手下留情, 恐怕他今日难逃陨落。 他现在去的方向, 乃是半月楼的方向, 这是打算去挑战半月至尊了吗? 大眼至尊低声难难, 随即摇了摇头。 对方如此马不停蹄, 从南岭归来后, 先是去挑战了求山至尊, 接着便又赶往大眼宫与他一战, 此刻战斗刚刚结束, 便又前往半月楼, 这在他看来未免有些太急躁了。 正道多尖, 绝不能踏错一步, 绝不能经历失败, 不然就是万劫不复的境地。 王藤如此急躁, 马不停蹄地连续挑战各方至尊, 难道就不用稍作休息, 调整状态吗? 其不过准地巅峰的修为而已, 哪怕底蕴雄厚, 能越即击败至尊, 但是消耗上面也必定不小, 他难道不用花费时间来恢复法力吗? 还是急了一些啊, 大眼至尊摇了摇头, 觉得王藤太急躁与大意, 此番前往半月楼挑战半月至尊, 恐怕不会那么顺利。 只是, 他却不知道, 修炼了万无呼吸法的王藤, 根本不需要担心消耗问题。 暗中那些关注着王藤与大眼至尊大战的势力, 还有附近那些各方修士, 见到大眼至尊败北, 已经感到有些麻木了, 远远没有了最开始的那样震惊。 但就算如此, 这依旧让不少人都到西一口凉气, 又一位至尊败落在其手中, 其在正道之路上, 已经越行越远。 便是各方其他的地道至尊, 此刻也都不那么淡定了, 对此愈发地重视了起来。 已经连拜五位至尊了吗? 呸, 还真是有趣, 想不到这一世竟然出了这样一个小家伙。 遇见门, 一个邋遢老手背负一口袖剑, 蓬头垢面, 手上抓着一个脏兮兮的酒葫芦, 仰头倒灌一口, 其犀利的目光盯着王藤与大眼至尊激战的地方, 随后咧嘴一笑, 开口说道, 说着, 他偏了一眼旁边那个八转巅峰大地, 不由得骂骂咧咧道, 妈的, 看看人家, 才准地巅峰, 就能挑战至尊了。 你说你都修炼这么多年了, 都已经八转巅峰大地的修位了, 还打不过我, 你说你有什么用? 真是白教你这么多年了, 在场域见门的门主, 还有一些长老, 都不由得一阵汗言, 纷纷低着头, 眼观鼻鼻关心。 那个遭受无望之灾, 莫名其妙就被训斥得八转巅峰大地, 子印大地一脸委屈, 嘟囊道, 师尊, 这不能怨我啊。 大地八转到九转至尊, 本就是一个分水岭, 况且师尊的实力都已经媲美天地了, 弟子怎么打得过天地? 你还敢降嘴, 你个没用的东西, 拔剑吧, 老头子今天不抽死你算我输。 听到子印大地的嘀咕, 邋遢老手顿时吹胡子瞪眼, 伸手就去抓背上的袖剑。 子印大地顿时脸都绿了, 立即脚底抹油, 转身就溜。 管赶跑, 我打不死你, 邋遢老手气呼呼地道, 就要追上去, 却被叶伟拖住, 师尊别生气, 不是师兄不争气, 实在是师尊你太惊艳了呀, 若是换个至尊, 师兄未必没有越级战胜的可能。 叶伟的这个马屁明显拍到了邋遢老手心坎上, 道, 哼, 这次就放他一马。 饺子, 你什么时候正道啊, 外面那小子以至尊铺路, 你要不要也来一手至尊铺路, 正道无敌。 来来来, 师尊陪你过两招, 邋遢老手将目光落到叶伟身上, 叶伟的神情也顿时僵住了, 随后脸色发绿, 连忙道, 师尊, 弟子感觉自己的底蕴还不够深厚, 还要再多沉淀一番, 弟子先下去闭关了。 说完他也溜得飞快, 以至尊铺路, 正道无敌。 他二岸赴匪, 没见过这么坑徒弟的, 这不是缩使徒弟去找死吗? 第1747章差评差评, 见叶伟也溜走, 邋遢老手百无聊赖, 使劲揉了揉一头油腻的头发, 好无聊, 好想打架, 他看向下面那些长老, 以及御剑门主。 御剑门主与那些长老顿时纷纷眼皮一跳, 头皮发麻, 连忙后退, 开口说道, 太失足, 我们可不够你折腾的啊, 巴塔老手抓了抓头, 来回走动, 你们说, 那个王腾什么时候来挑战我? 不行, 我要去找他, 巴塔老手突然开口说道, 随后便要走出御剑门, 去寻王腾, 但刚刚迈出一只脚, 便又迈了回来, 不行不行, 我身为前辈, 主动跑去找他一个小辈切磋, 太跌缓了, 啊啊啊啊, 好烦好烦, 不对, 我只是过去近距离看看他, 不出手, 应该不算跌缓吧。 纠结伴上, 拉塔老手突然骂骂咧咧道, 妈的, 跌缓就跌缓, 我忍不了了。 他大骂一声, 随后一步便迈入虚空之中, 眨眼就消失不见, 身后遇见门主与一众长老都惊心不已, 太师祖竟然亲自去寻王腾, 那王腾的正道之路不会就此终结了吧。 众人纷纷惊呼道, 他们这位太师祖不是别人, 正是遇见门那位无上见主, 封建至尊, 曾挑战过天地境界的强者, 最终却活了下来。 不管那一战的结果如何, 都足以表明其实力之恐怖, 远非寻常的地道至尊所能比拟。 此刻封建至尊按纳不住, 亲自前去寻找王腾, 王腾的正道之路, 或许将到此为止, 就此终结。 封建那家伙果然坐不住了吗? 顾家, 在封建至尊冲出玉剑门的时候, 平阳至尊便生出了感应, 其深邃的目光, 看向半月楼方向, 谋子当中有精盲汇聚。 看来, 王腾此人的正道之路, 到此为止了, 可惜, 此人能连拜天妖等五大至尊, 天赋与潜力足够强大, 但终究行差了一步。 若是此人不那么心高气傲 选择以至尊铺路, 而是稳中取胜, 以巴转大地铺路, 将来这天下, 也将半生一个奇迹, 可惜, 这一步踏错, 终究没有回头路了, 此人足以算得上市古往今来第一天才了, 却注定要黯然落幕。 平阳至尊放下手中的茶杯, 走出了悬崖顶上的亭楼, 站在悬崖边上, 深邃的目光眺望远方, 最终深吸口气, 发出一声感叹。 那感叹之中, 有惋惜, 同时还有着一丝如是重负的轻松。 半月楼, 当王腾来到半月楼的时候, 半月至尊正盘坐在云端之上, 我已经等候多时了, 王腾, 你果然英雄出少年, 昔日听闻你要以我等至尊铺路正道, 想来天下间没有人将其当真, 只以为你是在哗众取宠, 但是实证明, 我们都低估你了。 谁曾想到, 一个准地境界的小辈修士, 竟然真的走到了这一步, 连拜数位地道至尊, 风采绝世, 天下无双。 半月至尊睁开眸子, 看着乘着秃顶赫自远处积舍而来的王腾, 开口说道, 秃顶赫停在半空, 王腾纵身一跃, 登上云端, 冲着半月至尊道, 前辈谬赞了。 半月至尊长身而起, 神情凝重, 多余的废话便不要说了, 出手吧, 让我看看你的本事。 幻音落下, 半月至尊直接出手了, 没有自持身份, 进行谦让, 而是完全将王腾视作同等级别的大敌对待。 哼, 他没有试探的意思, 一上来就直接全力以赴, 以最巅峰的姿态, 施展神通, 朝着王腾镇压下来。 他的地数惊人, 强大无比, 抬手之间天翻地覆, 修炼的日月星辰大树, 行动之间似有星辰冲撞的可怕威能, 强势而霸道。 王腾顿时目光一鸣, 他身形闪烁, 化作一道天剑冲天而起, 避开半月至尊这率先发难的一击。 同时, 他融合三大神魔分身, 绽放四重修罗魔狱等多种加持战力的手段, 在虚空中不断地跳跃, 闪躲。 从半月至尊出手的刹那, 王腾就感觉到了, 眼前这位半月至尊的实力, 比起他前面击败的那几尊地道至尊, 都要强横一些。 至少在力量方面, 要更加的雄厚, 更加的霸道。 轰, 接连闪避掉半月至尊的数次攻击, 王腾没有再继续闪避, 修罗剑引动可怕的剑势与剑压, 倾泻剑气如虹, 展向半月至尊。 半月至尊面色微变, 从王腾的这一剑中感受到了威胁。 这一剑, 凌厉而霸道, 锋芒毕露, 近乎实质化的锋芒, 还没有逼近, 就让人感觉到不安, 让半月至尊不敢小觑与大意。 他伸手抓取一口弯刀, 那弯道犹如月牙一般, 当中流转着无比雄厚霸道的力量, 挥动之间, 无尽的刀芒倾泻纵横。 那一道道刀芒, 仿佛一轮轮弯月, 轻易地割裂虚空, 威势无双。 只是眨眼之间, 那无边的剑气便与弯月刀芒冲击在一起, 犹如两条对流的大江, 默然交汇, 蹦践出可怕的浪花。 只不过, 此刻高高卷起的浪花, 乃是一道道风锐无匹的剑气, 以及一轮轮弯月一般的刀芒。 可怕的力量宣泄爆发开来, 将天地间的规则秩序都给绞碎, 无尽的虚空碎片击射开来, 半边天穷都仿佛要被崩塌。 当当当, 两人身形交错, 剑光与刀光不断地击射四方。 远处, 一个邋遢老手自虚空中浮现, 看着前方虚空中的战斗, 其身上立即爆发出一股疯狂无比的战役。 其背上的袖剑剧烈的震动, 嗡鸣, 想要出窍。 但邋遢老手却按捺了下来, 他双眼盯着前方那场激烈的战斗, 目光主要是落在王腾身上, 眼中倒映出王腾的身形轨迹。 乖乖个龙地洞, 竟然真的只有准地巅峰, 这他娘是什么怪胎。 封建至尊近距离感受到王腾的修为气息, 目光直勾勾盯着王腾瞧了半赏, 最后忍不住骂骂咧咧道。 随即, 他目光一顺不顺地盯着王腾与半月至尊交手, 脑海中却是将半月至尊替换成了自己, 在脑海中推演与王腾交手的画面。 好家伙, 准地境界竟然就有如此强烈的剑道锋芒, 比我当年强多了, 要是同等境界, 只怕我真打不过这家伙, 不过想要越急击败我, 却还稚嫩了些, 封建至尊一边推演, 一边骂骂咧咧, 这一剑虽然锋锐无比, 但是不够刚猛, 差评, 这一剑有点意思, 一剑分化成万剑, 花里胡哨, 差评, 第1748章去打狠角色, 王腾与半月至尊的激战并未持续太久, 双方都打着速战速决的念头, 所以一上来便是全力攻伐, 加快了战斗节奏, 很快便分出了胜负。 王腾一剑点穿半月至尊咽喉, 控制住剑气没有完全迸发, 否则半月至尊有与命的风险。 我输了, 半月至尊深吸口气, 眼神复杂地盯着王腾, 虽然不愿承认, 但是事实已经摆在面前, 他败了。 听到半月至尊认输, 王腾收回了修罗剑, 冲着半月至尊拱了拱手, 承让。 随即, 王腾转头看向远处封剑至尊所在的方向, 目光微宁。 方才战斗的时候, 他便感觉到了另一道强大的气息赶来。 而且, 来人是一名剑道修为极其强大存在, 令他使海之中的剑魂都震动了起来, 体内的剑气更是想要激荡而出, 与之争锋。 这就结束了, 无趣, 远处, 封剑至尊的推演也结束, 眼前画面中, 王腾的身形被移到流光式的剑光击碎, 化作虚无。 封剑至尊眼前的视线清晰起来, 感受到王腾的目光注视, 抬头看向王腾, 脸上露出一副嬉笑, 道, 小子, 你的实力的确还算不错, 不过若你仅止于此, 那么你的正道之路, 恐怕注定要以失败告终。 老头子方才已经推演过与你交手的情况, 若是按照你方才与半月这小子交手所展现出来的实力来看, 你远远不是本座对手。 本座在御剑门等你来挑战, 希望到时候你能给老头子一点惊喜, 至少稍微让老头子尽点心。 说完, 封剑至尊化作一道剑光, 瞬间消失不见, 直接走了。 目睹了王腾与半月至尊交手, 感受到了王腾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并且还在心中默默推演了一番他与王腾交手的情况, 结果乃是以王腾的惨败结束。 在他所推演的画面中, 他还没有用出全力, 便已经数次击溃王腾。 这像是一盆凉水, 浇灭了他那澎湃而炽热的战役, 让他有些一心阑珊, 兴趣索然。 他好战, 好与强者战, 但从方才王腾与半月之战交手的情况, 以及他推演的画面来看, 王腾在他眼中显然算不上是强者。 是御剑门的那个家伙, 等到封剑至尊离去, 半月至尊才忍不住惊呼出声, 神情凝重。 在对方说出在御剑门等他前去挑战的时候, 王腾也已经明白了对方的身份, 神情同样不由得一名。 他就是传闻中, 那个好战狂人, 曾经挑战过天地境界强者的封剑至尊吗? 果然好强, 哪怕是相隔这么远, 身上的那一股剑意, 剑气, 以及剑道锋芒, 都令人感到压抑, 甚至窒息。 王腾目光闪烁, 这时他第一次见到封剑至尊, 双方之间相隔一定距离遥望, 都让他感觉到了一股压力, 感觉到了一股强烈的危机感。 这的确是一个危险至极的人物, 很可能是他此番正道路上最大的一个阻碍。 而且, 对方方才说, 刚才曾推演过与他交手的情况, 他远远不是对手, 对于这一点, 王腾却只是一笑而过。 没有人知道, 他究竟还有多少底牌, 还不曾动用。 尽管, 封剑至尊给他的感觉很强, 让他感受到了极其强大的压力, 令他感受到强烈的危机感, 但他相信, 真当两人交起手来, 底牌进出, 他未必不是其对手。 以战正道, 积累的便是自信, 无敌的信念, 以及无敌的气势。 如今他在正道之路上, 已经走得很远, 连败了六尊至尊, 他所积累的无敌信念, 无敌气势, 还有自信, 已经极其非常惊人。 此刻, 他自然不可能因为封建至尊的几句话动摇, 若是这样的话, 他还正什么道? 去真阳殿, 看了一眼封建至尊消失的地方, 王滕月到秃顶赫背上, 淡淡吩咐道, 他没有直接去玉剑门挑战封建至尊, 打算先将中洲其他几位至尊逐个击败, 进一步积累自己的无敌信念以及气势, 然后再去玉剑门挑战封建至尊。 无敌信念与气势越是强大, 越是可以让人超常发挥, 在战斗的时候, 有时候可以爆发出超越自身水平的实力。 你不用休息一下吗? 蓝宫寻忍不住开口问道, 从蓝领来到中洲后, 王滕便一刻不停, 接连赶赴各方至尊道场挑战, 连番大战, 唯一的休息时间就仅仅只是在秃顶和背上打坐。 这让他忍不住担心, 不用, 我的消耗不算大。 王滕开口道, 万物呼吸法将他的消耗迅速弥补回来。 秃顶和振翅急飞, 眼珠子滴溜溜转道, 公子, 遇见门的那个家伙应该算是挑衅吧。 哼, 那老头真是太过分了, 竟然敢挑衅公子, 公子我们什么时候去遇见门, 小赫要让他们遇见门击飞走跳。 王滕顿时满头黑线, 抬手在秃顶和头上狠狠敲了一下, 警告道, 别给我打鬼主意, 再敢惹事, 别怪本公子拔光你的毛, 将你镇压到锅中。 另一边, 封建至尊又突然回到了方才王滕鸡站半月至尊的战场, 来回走动, 一副烦躁不安的样子。 啊啊啊啊啊, 我方才干嘛要走, 那小子虽然弱了一点, 但至少也能陪我过个几招啊, 我怎么会放过他, 气死我了。 好痒, 手好痒, 封建至尊抓耳挠腮, 随后又狠狠搓了搓乱蓬蓬的鸡窝头, 目光看向真阳垫的方向, 眼中满是纠结。 来回走动半晌, 封建至尊突然眼中一亮, 猛一拍手, 对了, 我想起来了, 此前不是传闻, 这小子背后有一尊天地作证吗? 跟着小子打没意思, 憋愤, 真男人就该去打狠角色。 娘的, 林犬宝弟, 本座来了, 搜, 封建至尊眼中放光, 纵身一跃, 化作一道剑光撕裂乾坤, 静直冲向林犬宝弟的方向。 林犬宝弟, 吾, 那小子不在, 终于亲近了不少, 叔父, 主封怪时区, 一个个影子生灵悠哉悠哉, 一脸惬意地享受着某人不在的亲近, 悠闲时光。 此时, 他们已经帮助周松将鸿蒙世界炼入了体内, 取代了道鸡。 而周松则是已经进入了修炼秘境中, 对鸿蒙世界化作的道鸡进行深入的纪炼。 第1749章封建降临, 我们这里倒是清静了, 不过这段时间外界可就热闹了, 嘿嘿, 听说那小子这些天在外面疯狂搞事, 已经接连击败了数位地道至尊, 将外界较得天翻地覆, 那些其他正道者们全都生生被迫终止了正道, 各方势力为此交投烂额。 我也没想到这小子竟然这么逆天语大胆, 竟然敢以至尊铺路正道, 太妖念了, 不愧是老大选中的人, 这天赋与潜力, 小老头是服了, 就是这小子脸皮着实厚了一些, 太能惹是折腾了一些, 话说, 你们觉得他能成功吗? 几个影子声明巴拉巴拉道, 我说你们几个老东西是不是有病, 还不容易那小子没在, 我们落得几天清静, 你们还老是提那小子, 咱能不提那个无耻之徒吗? 哎呀牛鼻子你膨胀了, 那小子是老大看上的弟子, 你说他是无耻之徒, 将老大置于何处? 老大, 我建议教训这牛鼻子一顿, 一众影子声明顿时纷纷吵闹了起来, 两久, 一个影子声明忍不住叹道, 我说, 虽然那小子无耻了一点, 烦人了一点, 不过有时候还是挺可爱的, 你们说, 他这次正道, 应该能成功吧? 你担心个鸟, 那小子的脸皮厚的连老大剑恐怕都斩不破, 这要是打不过那些至尊, 我觉得他将脸凑上去当盾牌都能立于不败之地了, 影子到时骂骂咧咧道, 随后却也跟着一叹, 说起来, 这么些天梅这小子在旁边唠叨, 突然有点怪想念的, 我是不是中邪了? 一个个影子声明聊着聊着便又将话题扯到某个凡人的家伙身上, 只有影子见刻至始至终神情平静, 莫不作声, 只副手而立, 如壁画中那样, 抬头看天, 老大, 你不担心那家伙吗? 怎么也不说点什么? 众人注意到影子见刻的沉默, 开口问道, 话不是都让你们说完了, 我还说什么? 影子见刻淡淡的道, 就在这个时候, 灵犬堡地外, 一道剑光刺远处积射而来, 眨眼就降落到了灵犬堡地外, 喂, 这里是灵犬堡地吗? 听说你们灵犬堡地中有一尊天地, 那个谁, 可赶出来, 与小老二打一架, 见光降落在灵犬堡地外, 化作一个邋遢老者, 其明亮的目光看向灵犬堡地内, 犹如两颗星辰一般璀璨, 他抓了抓脑袋, 冲着灵犬堡地中开口说道, 什么人, 胆敢到此放肆, 楚皇等人立即冲天而起, 迎恶上来, 冲着邋遢老者赤道, 我是来挑战的, 听说此前你们灵犬堡地有人抬手间就灭杀了明阳至尊等四位至尊, 外界都说灵犬堡地中有天地, 小老二遇见门太师祖, 人称封建至尊, 特来挑战, 灵犬堡地中是哪位天地, 可敢出来一战, 封建至尊大大咧咧道, 提到天地的时候, 言语神态很是随意, 并没有敬畏之色, 什么, 你是封建至尊, 听到封建至尊的话, 灵犬堡地中, 楚皇等人顿时纷纷吃了一惊, 面色大变, 封建至尊名动天下, 乃是西年朱棣时代的传奇人物, 天赋异禀, 资质极高, 增与天地激战而不死, 他的传说被书写在古籍中, 流传于当世, 他们早就听说过, 封建至尊是个贱吃, 而且极其好战, 所以当初影子倒是强势镇杀明阳至尊等人后, 多半会引来封建至尊的挑战, 但此刻对方真的来了, 依旧让他们难以淡定, 不错, 小老头就是封建至尊, 废话少说, 赶紧让你们加天地出来, 让我跟他大战个三百回合, 好叫我过过瘾, 封建至尊大刺刺的道, 楚皇等人顿时为难, 他们不是封建至尊的对手, 不可能赶走封建至尊, 但影子倒是等人, 也不是他们能驱使的, 灵犬宝地深处, 一众影子声灵听到封建至尊的挑战, 也都诧异不已, 屈屈至尊也敢来挑战我, 不知死活, 正好上次还没活动开筋骨呢, 影子倒是淡淡地道, 说完影子倒是直接身形一晃, 就冲出了灵犬宝地, 淡淡灭了一眼, 封建至尊, 你要挑战我, 封建至尊的目光, 立即落到了影子倒是身上, 眼中立即绽放出赤胜的光芒, 显得无比的兴奋, 他竟然从对方身上感受到了压力, 而且此刻认真打量, 竟然完全看不穿对方的深浅, 这令他激动, 终于有敌了, 可以痛痛快快地大战一场了, 一股澎湃的战役顿时爆发出来, 封建至尊双手都激动地颤抖起来, 背后的袖剑发出兴奋的嗡名, 好好好, 哈哈哈哈, 你竟然能让我感受到压力, 你这么强, 一定能让我尽兴, 封建至尊连连大笑, 只觉得手痒难耐, 实在忍不住了, 影子倒是有些无语, 这家伙有病, 杀, 嫁一刻, 封建至尊直接出手了, 他并指横宇胸前, 背后的袖剑立即化作一道神光冲出剑窍, 那神光璀璨, 锋利, 强势而霸道, 发出洪亮的剑笑声, 朝着影子倒是击射而去, 那剑光太快了, 只是一闪就瞬间失去了踪迹, 再次出现, 已经到了影子倒是面前, 在影子剑客赶到灵犬宝地, 挑战影子倒是的时候, 真阳殿上空也正进行着一场激战, 片刻后, 王腾与真阳至尊自九天之上降落下来, 打脚了, 冲着真阳殿众人拱了拱手, 王腾带着秃顶鹤与南宫寻转身而去, 太师祖, 真阳殿殿主与众长老立即纷纷迎向真阳至尊, 真阳至尊抬了抬手, 其脸色有些苍白, 看着王腾离开的方向, 深吸口气道, 后生可畏啊, 太师孙, 以你九转后期的修为, 竟然也不是他的对手吗? 真阳殿殿主忍不住深吸口气道, 看着王腾远去的身影, 眼中满是骇然之色, 真阳至尊摇了摇头, 道, 此人的底蕴超乎想象, 已经完全打破了常理, 若非亲自与其交手, 很难置信, 一个准地境界的修饰, 会有如此雄厚的底蕴, 如果不出意料, 便是红尘至尊, 都未必能镇压住他, 能够阻挡此人正道的人, 应该只有封建至尊, 平阳至尊二人了, 第1750章来自封建的挑战, 击败真阳至尊后, 王腾便又朝着中中另外几位至尊的道场赶去, 他打算加快正道脚步, 不限在这正道路上耽搁太多的时间, 因为现在的他, 底蕴已经太过雄厚了, 早就已经远远超越了目前修为所能承载的极限, 必须得正道成功之后, 才能前行, 并且, 他心中有着一个直觉, 若是这一次能够正道成功, 到时候他所积累的底蕴, 很可能会有一次大爆发, 不知道到时候若真的底蕴大爆发, 我的修为能达到哪一步? 有没有希望一步至尊, 王滕心中暗暗想到, 在王滕离开真阳殿后不久, 关于真阳至尊败在王滕手中的消息, 也很快就流传开来, 不过从他此番从灵犬堡地走出, 到现在短短十天之中, 已经连续有数尊帝到至尊, 败在其手中, 到了现在, 各方势力对于王滕击败真阳至尊, 都已经几乎麻木了, 并没有引发太大的轰动, 或者说并没有如当初那样令人意外与震惊, 但却有另一个消息, 引发了震动, 玉剑门的那位无上剑主, 封建至尊终于按捺不住寂寞, 赶赴灵犬堡地, 挑战灵犬堡地中那名神秘强者去了, 这个消息传出, 立即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以及不小的关注, 封建至尊, 在中州实在太有名了, 新年挑战天地的传说, 一直都在流传, 哪怕见过他的人不多, 但是知道这个名号的人却是不少, 对于中州的修士来说, 这个名号几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 而灵犬堡地中, 那个神秘强者影子道士, 也非寻常人, 当日中州各方顶尖势力齐聚灵犬堡地, 影子道士抬手之间连诸四位至尊, 风轻云淡, 展现出来的无敌姿态, 早已流传中州, 甚至是整个神荒大陆, 因为, 不少人都猜测, 认为影子道士很可能是当时唯一的一尊天地, 这自然引发关注, 所以此时, 封建至尊挑战影子道士, 这件事情绝对是大事, 想不引起关注都难, 封建至尊竟然跑去了灵犬堡地, 挑战影子前辈他们去了, 王腾也从半路得到消息, 不由得神情古怪, 这家伙, 是贤命太长吗? 公子, 封建至尊可是杀去灵犬堡地, 你不担心吗? 见王腾似乎一点也不担心, 南宫寻忍不住开口问道, 担心, 有什么好担心的, 这人要寻死, 你也拦不住, 由他去拜, 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王腾淡定的道, 听到王腾的话, 南宫寻顿时无语, 同时心中一动, 眨巴眼睛好奇道, 公子, 你身后那位前辈真是天地境的强者吗? 王腾文言不由得微微凝眉, 沉思片刻, 最终摇了摇头道, 我也不知道, 不过大概率应该不是天地吧? 什么, 那位前辈真不是天地境吗? 南宫寻顿时张大嘴巴, 有些吃惊, 同时担心道, 那怎么办? 封建至尊可是朱棣时代的传奇人物, 新年曾与天地正面争锋, 而且听说是平分秋色, 若灵犬宝地中的那位前辈不是天地, 封建至尊此番杀上门去, 灵犬宝地岂不是很危险? 王腾对此却是不以为意, 骗了南宫寻一眼, 嘴角一掀道, 放心吧, 那封建至尊就算再强, 也不可能威胁到我灵犬宝地分毫。 他说影子道士大概率不是天地, 是因为他觉得影子道士的修为与实力, 很可能是在天地之上啊。 越是随着他现在实力提升, 他就越是感觉到了他们的身不可测。 尤其是影子剑客, 不但能自由出入那当初曾绞杀过天地境界强者的剑神谷, 同时还能庇护住他不被剑神谷中的剑气侵蚀割杀。 单单从这一点来看, 其实力就不止天地境界了。 其他那些影子生灵, 都一起为尊, 称呼其老大, 实力恐怕也差不到哪儿去。 不过, 这些事情, 王腾没有兴趣去给南宫寻解释。 灵犬宝地, 哈哈哈哈, 好, 痛快, 你的实力果然很强。 好久没有这么痛痛快快的战斗过了, 封剑至尊开怀大笑, 他并只成剑, 不断地挥动。 去空中, 三十六口飞剑如流光穿梭, 不断进攻, 斩杀影子道士。 这是御剑门的绝学, 流星御剑术, 三十六口飞剑, 乃是由那一口绣剑分化而成, 全都是真实的形体, 并非是剑光。 那口绣剑, 乃是母剑, 内运多口飞剑, 每一口飞剑都极其强大, 功伐力度惊人。 踪踪踪, 一口口飞剑穿梭, 高速运行, 裹挟无边锋芒, 以及无比雄魂霸道的力量, 所过之处虚空崩裂无痕, 极度犀利。 变世影子道士都不由得神情威名, 对于封剑至尊所展现出来的实力感到颇为吃惊。 此人道士真有几分实力, 这一手遇剑术也造一步浅, 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实力只怕已经不逊色一般的天地了。 灵犬堡地中, 众影子生灵在暗暗关注这一战, 有人忍不住点头赞道。 同时, 有人神情威名, 开口道, 此人乃是地道至尊, 王腾那小子以至尊铺路正道, 届时遭遇到此人, 以此人媲美天地境界的实力, 那小子只怕要阴宫里翻船。 不错, 此人虽然是至尊, 但实力已经不逊色一般的天地了, 那小子能连败至尊, 已经不容易了, 但是在此人面前, 恐怕还是不够看, 不如干脆让那牛鼻子直接解决了此人。 几个影子生灵商量着, 看着与影子道士激战的封建至尊的眼神凶狠。 然而下一刻, 一道身影落到他们面前, 这是他自己的路, 他自己走, 谁也不能干预。 这个人, 不能死, 也不能伤, 他会僵视他的踏脚石。 只有击败的强者越强, 正道之后, 才能走得越远, 他此番正道, 能遇到这样强大的对手, 是他的福气。 影子剑客缓缓说道, 目光严厉地扫了几人一眼, 明白吗? 可是老大, 王腾才只是准地巅峰的修为而已, 哪怕他底蕴强大, 已经连败数位至尊, 但眼前这个人, 明显与其他那些至尊不一样, 此人的底蕴同样非凡, 已经拥有媲美天地的实力, 若是届时那小子正道失败怎么办? 那几个影子生灵丹心道, 影子剑客目光闪烁, 随后深吸口气道, 那便在等三百万年。